你信不信再过十年 如果农村家庭没有儿子的话 会面临着三大难题 每一个都是非常让人感慨的 那么到底是哪三大难题呢 孟瑶接下来就跟大家好好的聊聊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开放了三台 鼓励大家声誉 很多家庭啊也是非常的响应号召 纷纷投入到生产大军的队伍中 大部分的家庭呢 还是想要一男一女凑个好字 儿女双全 这样呢以后养老也有保障 在外人面前也有面子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并不是说你想生儿子就生儿子 想生女儿就生女儿 这个有时候就是不能强求 很多家庭是两个儿子或者两个女儿 甚至还有三胎都是儿子 或者三胎都是女儿的 这种现象也是时有发生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社会啊 特别是农村 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 如果家里面有好几个儿子 那走出门之后啊都是昂首挺胸的 信心十足 但是呢如果家里面都是女娃的话 出门都有些感觉抬不起头来 因为那时候大家普遍的认为 闺女大了要嫁人就不是自家人了 自己辛苦养大了却成了别人家的人 而养儿子呢自始至终都是自家的人 但是啊现在的社会不同了 家里面如果儿子多的话 可能还会被嫌弃 养闺女反而变得吃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儿子大了要结婚对不对 现在人家闺女要嫁到你家可不是像以前一样 随便给点东西就过来了 现在结婚男方再准备好充足的彩礼 买好房子各种规矩都办到位了 人家才能把闺女嫁到你家 但是呢如果一个家庭儿子比较多的话 每个儿子都要结婚 如果每次都这么操办的话 势必会很困难 所以啊很多有女儿的家庭都不愿意找儿子多的家庭做亲家 但是生闺女真的就那么好吗 生儿子真的就那么差吗 让我来说的话真的是不见得 虽然说呢现在的男人娶媳妇 是比以前要困难了 但是呢在大部分的家庭中 还是希望能有个男孩的 因为如果家里没有男孩的话 势必会面临着以下三大难题 那么第一大难题就是 可能会被别人欺负 可能屏幕前的你们啊 听到这个会很诧异 这都什么年代了 家里没有儿子就会被欺负 其实呢这个现象在农村还是存在的 因为你家里也没有儿子 就会被认为人丁单薄 村里有什么大事小事都不会找你 而且还要压你一头 因为他们觉得就算是欺负你了 就凭你家的女儿也不敢回来找麻烦 如果家里面有个儿子的话 他可能就不敢那么放肆了 毕竟有儿子的家庭 他们一般不太敢主动招惹 不主动给自己找麻烦 第二大难题就是觉得如果家里面没有儿子会很没有面子 家里没有传宗接代的人 在农村呢普遍有一个思想 那就是儿子娶媳妇是往自己家里娶的 而闺女就算是再孝顺 那也是往别人家里嫁的 到头来自己辛苦养大的女儿却成了别人家的人 而且女儿嫁人以后会有丈夫孩子需要照顾 还有公婆需要伺候可能就顾不上他们老两口了 但是家里面如果是儿子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儿子娶了媳妇以后呢 还会有孙子孙女 一大家子好不热闹 而反观养女儿的家庭呢 几乎每个节日都是老两口自己度过 特别是那种闺女远嫁的 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 所以说呢 在农村啊 如果家庭里没有儿子 就会过得特别的冷清 因为闺女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了 第三大难题呢 就是养老的问题 虽然现在社会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养闺女也一样可以养老 但是呢 在农村啊 父母老了以后 还是要跟着儿子一起生活的 因为现在他们还是觉得 儿子家才是自己的家 闺女的家是别人的家 让他们跟着女儿女婿一起生活的话 会非常的不自在 也会觉得拖累了女儿 怕女儿在婆家受委屈 所以呢 很多人宁愿自己在家里艰难的度日 也不愿意去麻烦女儿 所以啊 对很多的人来说 要想有一个好的晚年生活呢 就得要有一个儿子 以上三条就是 如果在十年后 农村家庭没有儿子的话 要面临的问题 但是呢 这只是一部分家庭会面临的情况 不能以偏概全 毕竟现在的社会啊 不论是生男生女 最重要的是对子女的教育 让他们要有感恩之心 如果没有感恩之心 就算生的再多 也比不上只有一个孝顺的孩子 既然不能改变孩子的性别 那么就得把他们教育好 让他们成为对家庭 对社会都有用的人 自己老了之后 自然会牢有所养 如果您觉得梦瑶说的还不错的话 请您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